今天烏克蘭做了一個 對整個戰局影響不大 但是對於整個士氣 有非常大衝擊的攻擊舌道 在俄乌戰爭裡面的第一槍 第一炮就是舌道 先把拿下來 而且整個振奮 烏克蘭士氣的 也就是他們講的那句髒話 所以我今天烏克蘭突然的 我把上面的設施 我把你都給炸掉 我把你上面的設施給炸掉 代表說 我已經有長程的 遠程的精準打擊能力了 沒錯 實際上舌道在什麼位置 舌道在這個位置 他其實距離這個 這個烏克蘭的本土 特別是奧德薩這邊 是有一段距離的 那實際上 在整個這個戰爭的 一開始的時候 舌道被打下去 那種舌道攻防戰 當時不是說 烏克蘭的軍事在上面 全部都陣亡嗎 後來是 幸好沒有陣亡 但是人家 舌道已經變成是 振奮烏克蘭 所有民眾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心 而且莫斯科套就去舌道打 那他們就把這個打 莫斯科套就變成是一個 這個所謂的郵票 也是因為舌道的這個關係 就這樣 舌道因為一直長期 被俄羅斯占去 那占領之後沒多久的時候 那這幾天的時間 發生什麼時間呢 烏克蘭軍艦用這個 用火箭去轟炸 把這個目前為止 在俄羅斯在舌道上面的 相關的設施 相關的人員炸了一頓 那根據俄羅斯的 這個說法是說 目前陣亡的人數 還在統計之中 不知道多少人陣亡 但他已經確定 現在俄羅斯在舌道的人員 已經在大量減少 所以顯然 這個烏克蘭會不會從舌道 開始進行一個反攻 在海面上反 為什麼這很有意義呢 第一個 你能在舌道攻擊 表示什麼 你已經慢慢不怕他的海軍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為什麼這個 他俄羅斯可以攻擊他舌道 因為他有海軍的能力 在這個地方 那顯然俄羅斯海軍 可能已經目前為止 慢慢不是這個烏克蘭軍方 所忌彈的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 還有赫爾松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赫爾松也是對 俄羅斯來說是非常重要 因為赫爾松 他可以管住整個未來的這個 因為赫爾松 我們知道赫爾松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他可以管住整個克里米亞 所以他是說 如果我要克里米亞 要有淡水的話 其實我要佔領這個赫爾松 這個地方 我可以 我可以站到這個 聶伯河這個地方的一個淡水區 所以事實上 赫爾松來說的話 俄羅斯也長期掌握住 那烏克蘭呢 他們的軍隊 也不斷的進行攻擊的這個狀況 那事實上 為什麼這個非常重要呢 事實上在這幾天的時候 赫爾松的這個電視塔被擊毀 擊毀到它整個電視塔 出現個大爆炸的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是赫爾松的電視塔 對 我們知道 你要進攻一個地方的時候 是 先打他的廣播電台 打他的電視台 把他的通訊設備先打掉 對 現在赫爾松的通訊設備先被打掉 對 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在烏克蘭 俄羅斯打烏克蘭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不是打電視台嗎 對 就現在是反過來 事實上在赫爾松 我們講 赫爾松是俄羅斯戰區 就他有電視台就被 電視塔被砲轟 那顯然不是俄羅斯自己砲轟的嘛 這是烏克蘭炮轟 那烏克蘭為什麼要炮轟呢 因為俄羅斯在佔領了這個 整個赫爾松的這個電視塔之後呢 他用這個俄語發音的節目 在那個地方不斷的洗腦說 我們佔領 我們是這個正義之師啊 這樣這樣 結果沒想到 真的是這樣 因為當時被人家發現 電視塔炸完之後 赫爾松的這個 俄羅斯的電視 馬上就中斷了這個轉波 所以顯然呢 我們知道 這個交戰的第一時間 先炸掉電視塔之後呢 會不會有更激烈的交火 在赫爾松可能會發生 而且我們知道說 其實俄羅斯本來想說 我用赫爾松控制之後呢 我把他當樣板 樣板以後 我就給你搞一個假公投 然後呢 我就拍一些照片 就說我控制的地方呢 大家都非常的安和樂利 結果赫爾松火了 你要給我搞公投 赫爾松又跟你冰斗了 對 俄羅斯的手法都是這樣 克里米亞贊助之後 用公投的方式 然後另外包括說 這個盾內刺客 還有盧冠四個 都用類似這樣的方式 結果這次呢 他佔領了赫爾松之後 他就說 哎呀 赫爾松現在民眾呢 要這個辦理一個公投 那公投之後 他們可以這個決定要不要獨立 結果沒想到 哎 赫爾松的民眾就上街頭 他說沒有啊 我們根本沒有這樣 反而去抗議那樣 甚至你知道 俄羅斯軍隊是怎麼做 他們抗議人群的時候 他們馬上就開始丟這個煙霧袋 然後開始就開槍了 然後拿閃光彈去威脅你 甚至還有很多人被做 被打這個一個畫面 在赫爾松上面出現 所以他事實上 現在在南部的赫爾松 還有蛇倒烏克蘭的反攻 正在進行之中 好 揮成我們剛剛講 世界是一盤棋 現在你看到焦點 當然在俄烏 可是我們也提到 美國現在慢慢把焦點 放到了亞太 甚至連布林肯都警告 中國說 你們現在對俄羅斯做什麼事情 你們要付出代價 跟我們講拜登要來了 肖子也要來了 現在未來 亞太的重心也越來越重要了 對 可以說是一舉殲滅 現在也是個邪惡的帝國 包括俄羅斯跟中國 怎麼想說 拜登其實上任 已經到達16個月 這次卻是他首次來到亞洲 那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在每一名戰線 是在俄羅斯跟烏克蘭 你怎麼會特別來到亞洲 事實上拜登會認為 中國對於全世界影響性 可能會更勝於俄羅斯 這也就是為什麼 他們其實從頭到尾 對於中國的舉動 叫你中國不可以援助俄羅斯 同時也盯緊你每一個步驟 那現在最新的情況是 因為韓國的新總統選出來了 所以拜登要在5月20號 21號的時候 先飛抵到韓國 跟這個隱形月碰面 而隱形月也在這之前 先釋放出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是 他們絕對會強化 跟美國這個同盟 第二個訊息是 在軍事上會加強採購 這個薩德反彈那個系統 那我們知道事實上薩德反彈系統 就是在上一次的韓國總統的時候 因為他們就是請中 所以把這個薩德反彈系統給 計畫給停止下來 所以當時導致美國會認為說 你韓國這一次好像感覺上 美國跟中國之間你比較請中 因為文在寅被認為他輕鬆就是 他掛了一個保證 掛保證就是薩德做就做了 我給你保證他絕對不會擴張 他的這個裡面的這個這個飛彈數量 也不會增加 結果現在隱形月上來以後 我沒有這回事喔 薩德會增加 飛彈數會增加 而且飛彈數會增加 我們知道文在寅其實 但他的任內最重要是 他跟日本關係 怕壞掉了 搞得雙胖很不開心 但這一次非常厲害 拜登來這一次韓國第一站 第二站馬上去日本 這也代表著其實韓國跟日本的關係 已經走出文在寅之前的一個對立狀況 未來搞不好都會變成美日韓非常 尤其是美國非常重要的一個盟友的一個關係 所以其實拜登這一次亞洲之行 告訴是中國 我現在美日韓 不僅這三個國家已經恢復 以往的一種比較結盟友好狀態 第二個是甚至拜登要在東京召開 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所以你就知道 我現在不是只有日韓兩個國家 我人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我都在東京這個場合 所以你說雖然現在烏二正在打得 如何如何的狀況下 我的四方同盟繼續維持著 而且他把印度又拉進來 沒錯這是重點 因為我們知道印度其實在俄羅斯的事情上 他一直站在一個比較是中間的立場 他持續跟俄羅斯大買能源 然後但是這一次 其實拜登把這個四方會談 拉到東京的這個會談的場合 就告訴中國 我這個所有的布局 其實是衝著你來的 而且就在這個時間點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他在美國的一個外交的委員會上 直接告訴他們的委員會說 台灣這個部分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他們會在軍事上讓台灣不斷的有一個能力 來捍衛自己 同時他們也認為說 在那個半導體領域上 台灣是絕對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 現在已經不只是美國 對於中國的崛起 其實是持續關注在內容 現在近來連英國的外交部長 特拉斯都在嗆瞎中國 顯見雖然俄烏大戰持續延收 但中國其實還是全世界關注一個焦點 好 之前韓國總統大選的時候 你就說這個跟東亞局勢影響至關重要 對台灣也是至關重要 結果沒有想要引學院上來之後 他真的已經把文在寅 很多的策略全部推翻掉 剛剛講薩德系統的安置 就是一個大關鍵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典型 就是他在落實亞洲北約化 落實亞洲北約化的話 你看幾個重要國家 我現在講幾個日本是很可怕的國家 日本曾經在二次大戰繳合的時候 全世界積飛口跳起來 日本的科技 日本軍事 日本現在太空科技 在全世界都一流的 然後第二個可怕的國家是印度 那先天上就跟中國敵對的 對不對 這兩個大國 一個是經濟跟科技的大國 一個是人口的大國 而且也都有相當大的生產能力 都是在 成長的 明天在崛起的國家 這個情況之下 他來在跟亞洲其他國家 一起來包圍 那韓國這個東西 本來就是應該要進來的 換言之講 這個時候來講話 大家都豁出去了 你辛正恩要搞核武 我也不怕你了 因為沒有人比川普更 比普丁更狠 全世界最狠的人就是普丁 你只要輸給普丁的 我都沒怕你 我都自己輸而已 全部翻臉 現在大家都不聊 日本也不怕 也不怕金正恩 以前小金鬧一鬧 所以金正恩現在 每天在拍宣傳片 他每天跑來跑去 他每天在試射飛彈 真的沒有人理他了 現在變成爆屁股了 以前是頭版頭條 現在全世界最狠的人 最瘋狂的人 最大的殺人窩窩是誰 是普丁 核子武器都敢跟你幹的 沒有什麼事情不會發生的 所以金正恩現在變成小和科了 變成這個整個戲碼裡面的小角色 那小角色另外有個大角色是誰的 就是中國 用個十四兆美金的TDP 這個不給你解決掉的話 他這個拜登 這個美國要當世界霸權的霸主 他侵蝕南安 所以他藉著這個事情趁盛追擊 他把歐洲摳好了之後 他把俘虜的歐洲 另外把亞洲做個最安全上的 最大的一個統和 當這個亞洲的安全協議都確定下來之後 當然關鍵的國家是誰 就是日本 所以日本是關鍵國家 日本有財力 日本 但是日本有憲法的限制 所以他們一定會解除這些 然後韓國跟日本如果 開始恢復合作的話 那不得了的大事情 今天是韓國派代表團去日本 對 表示韓國現在已經看到世界的趨勢 最早他們的日韓 你看一個區 我們看一個指標 日韓情報合作協定什麼做恢復 我們很快就恢復 這個只要一恢復來講的話 那很簡單 那對象是誰 對 中國 中國的科技情報 因為日本有能力搜索到整個完整的 中國的科技情報 那這個只要跟韓國分享的話 那韓國很補啊 所以韓國的軍隊會非常有力量 所以這整個來講 還是我回到我剛剛開場的這個主題 就是亞洲北約化 這個只要被它落實的話 那這個美國就確保在世界霸權的第一地位 然後對中國做有效的壓制 而且石頭 這個時刻 中國最不利的是 沒有想到它因為封城的關係 因為疫情的關係 它在這受到重創 我們剛剛講 它的外匯逃出 是歷史新高 抱歉 沒有錯 事實上今年對中國來說的話 壓力相當相當巨大 而且這幾天華爾街日報 還報了一個新聞 他說習近平 因為今年有封城疫情的關係 各式各樣的問題 中美之間的問題 那習近平還召開一個 中央的財經委員會 他說什麼 他說 他說中國今年的他下令 他用下令 中國今年的GDP增速 一定要贏過美國 GDP的增速可以用下令的嗎 當然不行 但是他下令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說 可以這樣子 因為去年第四季的時候 美國的增速是5.5 那中國是4.0 就你知道 當時的時候 拜登還特別在這邊說 你看我們是20年來 第一次贏了這個中國 所以當時中國其實是覺得蠻氣的 結果沒想到今年第一季 開始之後 中國開始大幅封城 結果沒想到美國經濟成長還很高 所以現在習近平會很擔心 不只是去年第四季輸 今年還輸的話 那還得了 那今年是20大 20大我還輸美國 那怎麼可以呢 所以他現在下令說 今年一定要增速超過美國 所以因為增速超過美國 這個指令下來之後 這幾天國外媒體又報導 金融時報又報導這個消息 他說因為地產商的問題的時候 中國高層現在出現內訌 什麼內訌呢 一個是國務院的總理 這個韓正 另外一個胡春華 他們兩個是一派 另外一個劉鶴是一派 還有這個易剛是一派 他們在吵什麼呢 韓正跟胡春華就說 我們現在有那種打房的政策 要繼續啊 因為什麼 他們其實長遠看到中國的問題 就是房地產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繼續打房 可是易剛跟這個劉鶴 兩個就說 不要不要 不要再打了 我們要放寬這個管制的狀況 經濟撐不下去了 經濟要趕快讓經濟活起來 所以他們兩個為什麼 在這時候這樣講 因為習近平嚇命 今年經濟成長力要贏過美國 那贏過美國現在怎麼辦 封城你還是要封啊 那這個中美之間的問題 你也沒辦法解決 那為什麼現在所有的政策 都彼此矛盾啊 所以只有一招 就是把房地產放鬆啊 房地產放鬆的話 大家如果房地產多買房的話 中國經濟產量就可以上來 所以為什麼這時候 其實過去劉鶴跟易剛 他們完全意見是一致的喔 可是在突然之間 他們就轉向 為什麼轉向 我相信是來自於高層的意見嘛 高層都下令 要轉彎了 下令說今年一定要贏過美國 說那怎麼辦 所以想來想去說 就對房地產這個問題呢 進行一個鬆綁的這個態度